連續兩起地震 鎮央都在嘉義的太保市 規模達到4.9 天窯地洞上下跳了好大一下 民眾狂抱怨 沒有收到警示的簡訊 專家還透露 這有可能是盲斷層 高雄也連續斷電兩次 人五區因為線路問題跳電 4000多戶沒有電可以用 大樹區因為火災燒到電線 也造成1000多戶停電 外場監視器拍下突然一陣狂搖 電源手腳超快趕緊逃離貨架 外面的民眾被震了好大一下 嚇呆不敢動 我撤人了 轉一下 再轉一下 兩個那個 大大的很恐怖 我聽到動物一聲 第一下它是有證明 然後看就又驚覺了 突然強震來襲 貨架商品被震到掉下來 地震持續好幾秒 還是上下晃動的 震一下玻璃杯也碎光光 目前的一個初破判斷來講的話 它跟這個所謂的嘉義前緣構造 應該是沒有太直接的一個關係 那也就是說 這邊可能是存在了一個 我們還不知道的一個 盲斷層的一個構造 29號下午嘉義連續兩個地震 正樣都在太保市 規模分別是4.9跟3.6 深度只有1415公里 屬於淺層地震 還有可能是未知斷層 高雄則有意外停電 水族箱沒氧氣 民眾在自家還得摸黑找路 居然是台電線路又出包 29號早上高雄人武4000多戶 沒電可用 還有大叔區中午也被斷電 不明原因雜草起火火燒到電線 這才出事 1000多戶瞬間斷電 這天氣很高 在那邊 大約10萬 有到那個電阻 退到的 是發電的 聽到兩聲的爆炸聲 上有261戶停電 停電冰箱食物差點報銷 大部分都已經恢復供電 正在搶修中 連續兩陣驚呆人 民眾抱怨居然沒收到警報簡訊 4年一遇的229 過得可真 驚心動魄 記者和國溫 劉世智綜合報導